大家好,我是Stan 7月12号到14号 男团头部级的世界巡演 头部级World Tour Generation 2 华丽的拉开了巡幕 但是有报道指出 当天在演唱会场地前 出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他到处向看完演唱会出来的女性们 询问电话号码而引发了争议 7月13号 网友A小姐在网上发文表示 当天自己在看完头部级的演唱会走出来后 突然被一名可疑男子抓住了手臂 这名男子开始询问自己的电话号码 虽然这位粉丝礼貌地拒绝了 但这位男子的反应令人非常傻眼 将自己的外貌比喻为大酱汤 以表现魅力的男子 虽然非常努力地自我介绍 但最终还是被A小姐拒绝 被拒绝后 该男子突然质问对方 是否因为自己的外貌而被拒绝 对来看自己本命演唱会的粉丝问 如果我长得像爱豆一样反应会不会不同呢 这简直就是 但是在A小姐上传了影片后 很多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曾经见过这名男子 很多网友们表示 该男子曾向他们说过类似的话 请求给一个机会 并反问是否因为长相才被拒绝 是的 不仅如此 还有网友表示 该男子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触碰自己的身体 当被拒绝提供电话号码后 他会发怒并爆出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长得不好看的人自以为幽默 做出这么没礼貌的行动 真让人厌恶 不要侮辱黄正明 黄正明年轻的时候可是有着帅气的外貌 现在他已经50多岁了 你却用来比较 如果没有录影证据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都是编揍的故事 说出来的话都太荒唐 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这种死缠烂打的人 在分手时也会很纠缠 严重的话甚至会使用暴力 如果真的想要电话号码 就应该去别的地方 刚看完爱豆演唱会的女孩 普通的男人能看上去吗 真是连脑子都很笨 整理今天内容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大家每天都在这个频道 看到颜值登顶的爱豆们 然后突然看到 我对不起你们 不过也领悟到 喜欢我的人是有多真心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代传奇颜值女爱豆组合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组合呢 为优优独播剧场——《期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